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轻松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恶童》影片 2018年,小说《坏众》再度被翻拍 诸久里映史上最著名的恶童角色艾玛 他可爱甜美聪明过人,却是一个毫无同理性的精神变态 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艾玛满口谎言 对荣誉有着变态的执着 只为了抢夺一块奖牌,就能够毫不犹豫地将同学推下悬崖 无力掩盖自己的罪行,还有残忍的寄杀老师,火烧保姆 在缓运被父亲截穿后,艾玛要伪装成为受害者 诱导邻居开枪寄杀父亲 没有人怀疑年仅9岁的艾玛才是始作俑者 而她凭借着楚楚可怜的形象被姑姑收养 几年过去,续作《坏种2》也于今年上映 让我们跟随镜头来到7年后 看看当年最小的连环杀手将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 此时的艾玛已经15岁了 正值初中毕业升学高中的年纪 姑姑是一名外科医生 几年前,她与现在的丈夫结婚 两人但遇了一个小儿子 夫妇俩女主外男主内 姑姑在家中料理家务 闲了就去修立老爷车 这个家庭本该和乐融融 可艾玛却十分排斥姑姑的小表弟 这两人的存在,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外人 但和善的姑姑并没有因此厌弃艾玛 反而宽容地引导着她 但姑姑不知道的是 面前的艾玛可不是普通的叛逆少女 而是已经犯下了四起虚弱的反社会粉丝 自己的宽容与大意将惹来滔天大火 这一天,姑父无私了一所优秀的技术高中 这所学校九成的学生都去了长春藤 能给艾玛带来更好的未来 还能缓解夫妻俩养两个孩子的压力 可艾玛觉得 这是姑父要把自己撵走 心里一阵怨毒 不过,升学的事情还没有确定 她却临行暗兵不动 用甜美的笑容道歉后 便故作平静地上学去了 眼下,艾玛正专注于拉拉队的排练 不久之后 拉拉队就会举行新队长的选举 成为队长 将意味着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获得无数人艳羡的目光 而艾玛向来对于这样的容易失在彼得 可怜艾玛失望的是 老师并没有选中她 而是非常看好的的邻居兼闺蜜斯蒂 艾玛心中满是极度 试图通过过量训练来赶超斯蒂 可是与愿违 无论她如何努力 都还是略训一筹 这天傍晚 而这一幕恰好被艾玛装了个正招 只见她嘴角扬起一片恶意的微笑 截至将麦片撒在地上 摆成一条通往泳池的路 孩子便天真地上了当 顺着麦片朝泳池爬去 眼见孩子即将跌落泳池 姑姑及时赶回到家中 在危机时刻抱起了孩子 险些痛是爱子的姑姑 将姑父骂得狗血临头 可姑父却笃定自己 已经关上了家中的大门 不可能让孩子自己偷爬出来 她左思右想 却不得气解 当晚 姑父用心做了一桌打餐 想要借此表达歉意 希望妻子不要生气 可没想到 这桌菜早就被艾玛动了手脚 闲得根本难以下眼 姑姑恼羞成怒地将菜倒了个精光 深觉丈夫不靠谱 心中的埋怨愈发强烈 只有始作俑者艾玛 在一旁安自得意 按照她的计划 只要给姑父多添麻烦 让姑父看起来很不靠谱 就没有能力照顾孩子 姑姑就不会把她送到寄宿学校 自己也能顺理成章地留在家中 却没想到 艾玛的疏漏引起了怀疑 第二天 姑父在做家务时 发现艾玛抽屉里 放置自己丢失已久的小刀 可先前自己询问艾玛时 他却坚称自己没有见过这把刀 虽然凭事艾玛总和自己对着干 这次竟然生计成了偷窃家撒谎 姑父越发觉得 不能把艾玛留在家里 因此坚定地让姑姑 把艾玛送去寄宿学校 三人聚在客厅里谈论升学的事情 艾玛还想拒绝去寄宿学校 可姑父却借着这个话头 说出了自己找到小刀的事情 还做出像姑姑高壮的样子 艾玛顿时明白自己被抓包了 连忙堆起一个甜美的笑容 说自己很荣幸 去寄宿学校上学 姑姑满意地点了点头 丝毫没有注意到 艾玛手中的橘子都快被捏拦了 家里的分绕还没能处理干净 学校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麻烦 这一天 班里转来了一个名叫凯特的女生 而这个凯特 正是带艾玛九岁时推倒 并偷偷顺走手表的女生 更糟糕的是 凯特似乎对艾玛犯嫌的罪行了如指掌 甚至当着同学们的面 故意提起她死去的父亲 艾玛脸色阴沉默不作声 心中满是惊恐与怨毒 好在凯特并没有多做纠缠 很快转身离去了 同学们也并没有引起怀疑 只当是凯特不好相处 傍晚 艾玛放学回到家 一家人围坐在厨房中准备着晚饭 这时 婴儿监听器中传来哭声 姑姑连忙上楼哄孩子 姑姑也突然接到离通电话 赶出厨房接停 临走时还叮嘱艾玛帮忙看着火 艾玛当然不会就此听话 她偷偷在锅里倒满油 接着将火开到最大 灶台上很快就燃起了大火 触发了屋子里的烟雾警报器 姑姑连忙赶下楼 对着姑姑一顿斥责 而姑姑则有些一头雾水 呆呆地站着 一片冰荒马乱之中 只有艾玛站了出来 三下午初二扑灭了火焰 她得意地笑着 希望姑姑能看到自己的能力 从而打消送她去寄宿学校的念头 可姑姑却从这场闹剧中 发现了端倪 认定是艾玛在找自己麻烦 两人争执几句就爆发了争吵 姑姑也只是打圆场 肆毫没提寄宿学校的事 一时间 艾玛陷入了困境 无奈之下 她联系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而这名心理医生 也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是和艾玛一样的心理变态 听完艾玛的倾诉 一声微微一笑 指了一条明路 如果出现问题 就解决问题吧 艾玛如实重负 心中迅速勾建出一个计划 能最高效率解决问题的 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但这一切还不能操之过急 现在最紧要的应该是稳住姑父 于是艾玛端坐在镜子前 练习出一副处处动人的神色 接着找到姑父 为自己这段时间的行为道歉 她表示 自己在失去父亲之后 就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才拿走了那把小刀试图仿身 跟姑父对着干 也只是害怕失去姑姑的爱 接着 艾玛还表示自己愿意去寄宿学校 并做出诚挚的模样 感谢姑父对自己的包容 这番话让本就没有什么防备的姑父 彻底打消了心中的怒漫 甚至想要密布艾玛缺失的父爱 联系地暴露上去 也因此并没有看见 艾玛眼中闪过一丝冷光 晚上 艾玛和女孩们约好一去聚会 临走前 她注意到姑父正在修理老爷车 瞬间恶向胆边生 她关上灯 趁着姑父再彻底不敢动弹 一把车走了车鞋的千斤顶 一声巨响之后 车子狠狠压在了姑父身上 直接砸断了她的盆骨 剧痛让她眼前发黑即将昏死过去 一时欢散的最后一秒 耳边传来了女孩得意的口哨声 随后 艾玛入叶的四地家聚会 她心中满是得意 等到有人发现姑父的惨状时 自己便能用参加聚会 做不在场的证明 可艾玛的好心情很快就被打破了 聚会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与她有救援的女孩凯特 凯特有一带心潮的叶子烟 成功加入了女孩们的聚会 又在谈笑间 明里暗里地讽刺艾玛 甚至几多案时 她曾经杀过人 但都被艾玛三言两语接了过去 凯特满心不屑 刚想继续枪声 四地的妈妈就吞马而入 拉着艾玛就要去医院 艾玛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姑父出事了 但她仍旧做着无辜的表情 安耐着心中的窃息赶到了医院 可怜艾玛失望的是 姑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仍旧处于昏迷中 艾玛再神通广大 也很难在医院动手 只好安慰了姑姑几句 就惺惺地回了家 夜里 姑父在医院中行转 她依稀记得 自己在出事时 看到了艾玛的身影 但她仍旧插着管子无法说话 只好拿来本子 写下艾玛的名字 再打上一个问号 试图告诉妻子自己的怀疑 可姑姑亏错利益 只以为丈夫在关心艾玛 回家之后还告诉艾玛 姑父很爱你 很关心你 艾玛竟姑父没有怀疑自己 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从那天起 艾玛就成为了家中的主心骨 她肩负起了照顾唐迪的任务 每当姑姑感到身心俱疲 她总是能第一时间聚于安慰 姑这两人的关系空前亲民 姑姑便再也不提要 把艾玛送去寄宿学校的事 解决了家中的矛盾 艾玛便将心思放在了拉拉队长选举上 她已经放弃了通过努力赢得选举 只想找个方法 让四弟无缘选拔 最好能自己主动退出 可到底要怎样能达成这个目的呢 艾玛独作在公园中思绪万千 这时 一只狗闯进了她的视线 这正是四弟十分心爱的宠物 艾玛冷冷一笑 记上心头 她趁着无人注意 将小狗迁到了不远处的树林中 手起刀落 便将那小狗捅得长船堵烂 一切按照艾玛的计划发生着 四弟发现了小狗的惨死后大受刺激 在精神崩溃下缺席了队长竞选 艾玛满心得意 准备靠一场演讲摘下桂冠 却没想到 四弟在女孩们中很有威望 即便她缺席了选举 女孩们还是坚定地要等她回来 艾玛也只能接受这个决定 纷纷不拼的艾玛回到家 却迎来了另一个坏消息 姑父出院回家疗养了 她看艾玛的眼神 还硬带着探究 艾玛有些不安 主动上前讨好姑父 还拿来婴儿兼听起 说是希望姑父能感觉到孩子的陪伴 但这刻意地讨好 并没能打消姑父的怀疑 艾玛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一切近在掌握之中 可姑父的受伤和小狗的惨死 引起了凯特的注意 她早已经见识过艾玛的阴痕 也因此笃定 最近的这些意外 一定同样出自艾玛的手臂 于是凯特怒气冲冲地找到了艾玛 威胁说要将七年前的一切公之与众 艾玛堆起一个甜美的微笑 嘴上去带暗暗威胁 这一切都只是意外 意外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说着还抓起凯特的手 露出那道她寻短剑流血的伤疤 恐吓道 像你这样有前科的青少年 就算死了也没人怀疑吧 凯特被激怒了 抬手便给了艾玛一耳光 而这一幕 刚好落进了艾玛的追求的内森眼中 艾玛连忙做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几乎要落下泪来 内森赶忙快不上前 护住心爱的女生 大声斥责凯特出手伤人 政治引来了老师 凯特百口莫辩 被老师训斥了一顿 纷纷地离开了 艾玛则被送到了义务时 萧姨给了她一块冰袋 就匆匆离开了 艾玛神色阴沉 盘算着要抱着一耳光之仇 这时 她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钥匙上 一个计划 在她的心中逐渐成形 第二天一早 艾玛在课上给对手斯蒂发了一张闪光图片 患有光明性癫痫的斯蒂 一点开消息便发了病 软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老师立刻动用萧姨去义务试拿药 却没想到 艾玛早就偷走了义务师中所有的抗癫痫药 等到萧姨寻找药物而不得 在将斯蒂送到医院时 她已经无力回天了 仅靠一张图片就干掉了一个对手 艾玛的心中满是得意 却没想到 自己之前在杀狗时留下了破绽 她没有注意到附近有监控 拍下了自己牵走小狗的画面 而这份监控录像 此时被斯蒂的门艾玛传给了姑姑 姑姑点开监控视频 顿时扔出了艾玛身上的衣服 她不敢相信 自己温柔乖巧的侄女 竟会做出这样的事 在联想到艾玛身边频频发生的意外 姑姑背后终而生起一片寒意 但姑姑仍旧想给艾玛一个机会 希望她能自己主动坦白 可艾玛却嘴硬地说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姑姑拿出那份监控录像 艾玛才意识到自己瞒不住了 连忙离怀待遇地解释说 自己只是想把狗狗带走 行对手私利缺席选拔 但从来没有做过杀狗的事情 说着还满脸愧疚地抱住了姑姑 姑姑看似相信了艾玛的说辞 眼神中却滑过一次含义 艾玛身边频频出现意外 这根本无法用巧合来说明 只有一种可能 艾玛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姑姑安抚下哭泣的艾玛 回到书房打开了电脑 搜索其反社会人格的相关词条 说谎 没有同理心 虐杀动物 伤害他人 每个字都能和艾玛对得上好 姑姑越发觉地胆战心惊 再联想起艾玛父亲的死 更觉得这一切充满了蹊跷 为了证明自己的怀疑 姑姑联系上了一个老朋友 那正是在前作结尾时 为了保护艾玛 枪杀他父亲的邻居 两人约好明天见面 细说当年那桩惨案 下午 姑姑被护工推到泳池旁闲坐 屋内的艾玛趁此机会 一把打碎了玻璃药柜 偷走了柜子里的药品 接着摘下挂花 伪造出挂花掉落 击碎药柜的意外 护工听到动静 赶忙进屋收拾 正好碰到向外走来的艾玛 还叮嘱她 替自己把姑父推进去 谁知艾玛故意追求着 内森包起了电话周 完全无视姑父的呼喊与求助 任用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等到护工折返 姑父已经在轮椅上 挣扎得面红耳赤 艾玛这才装出抱歉的样子 阴阳怪气地向姑父道歉 姑父满心恼怒地 叫护工推自己进屋 看着她狼狈的模样 艾玛不禁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而正是这段口哨 让姑父确定 那天害自己嫌弃丧生彻底的 就是艾玛 此时的姑父并不知道 妻子对于艾玛的怀疑 仍旧认为妻子十分疼爱她 于是 为了不让妻子伤心 姑父决定与艾玛做一场交易 只要艾玛乖乖地去上寄宿学校 不再继续干扰这个家庭 自己就可以守口如瓶 艾玛先知自己不能反抗 急出笑容答应下来 眼中却划过一次杀疑 正当她想打开电脑 联系心理疑生时 却发现了姑姑留在网易上的浏览记录 其中都是有关反社会的词条 艾玛就此确定 姑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既然如此 只对夫妻逗留不得了 一场一剑三雕的连环机 在她心中渐渐成形 第二天下午 姑姑准备去见那位邻居 为了防止艾玛伤害孩子 特地带着孩子一起出发 还顺便在丈夫的床头 放了一个带有摄像头的玩具 想要录下艾玛的真实面貌 然而艾玛在我房辈 等姑姑一走 她就来到了姑父的房间 将玩具循环了个方向 不过 她没有着急于动手 而是偷偷顺走了护工的手机 等待护工的离开 在那之后 艾玛给凯特打通了电话 说自己有些关于过去的话小说 希望她能来自己家里见一面 镜头一转 姑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见到了那位枪杀艾玛父亲的老朋友 询问当年那些惨的细节 老朋友仔细回忆了一番 找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疑点 在自己闯进艾玛的家中时 艾玛的父亲纵久恶地说道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的女儿 否则她还会做出同样的事 老朋友百思不得其解 可听到这话的姑姑 顿时猜出了当年的真相 她意识到 丈夫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 开上车就要回到家中 可暴雨滂沱 拖住了她的脚步 姑姑试图打电话给护工 然而护工的手机早就被艾玛拿走了 留给她的 只有无尽的无人接听 经得回到艾玛家中 她正等待着凯特的到来 并打电话给追求者内森 说凯特要来家里做客 还邀请内森晚一点见面 这时门被敲响 使凯特如约赶到 她才说艾玛一定是有阴谋 便带了防狼喷雾仿身 却在疏忽大意之中 喝下了艾玛递来的热可可 艾玛得意地注视着凯特 那杯热可可里 早已放入了她 打碎药柜时偷来的药 制动药效发作 她就能启动这场连环剂 为了让凯特放松警惕 艾玛开始说自己后悔了 说这样的生活太过孤独 凯特不懈地要站起身斥责 却发现自己已经浑身无力 动弹不得 看着凯特狼狈的模样 艾玛扬起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拨通了报警电话 演出一场少女家中被同学纵火 惊慌失措中哭泣求助的戏码 接着转身 未计划她下一步做准备 凯特还想起身阻拦 可在墙里的药效下 只能绝望地晕倒在地 镜头一转 来到了姑父的房间 婴儿监听器中传出刺耳的哭声 将她从睡眸中惊醒 她本以为是妻子带着孩子回来了 可是呼喊了好几声 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艾子亲切的姑父只好奋力挪动身体 向二楼的婴儿房爬去 可等她终于爬到孩子床前 先开被子一看 床上竟然只有一台播放着录音的手机 姑父心中警铃大作 明白这些都是艾玛在搞鬼 可已经来不及了 房子里燃起了熊熊烈火 是艾玛将四处浇满了汽油点燃 还将油桶塞进了已经昏厥的凯特手中 姑父行动不便 完全无法逃离 只能绝望地趴在地上哀嚎 就在这时 姑姑终于赶到 看着门口痛哭流涕的艾玛 她心中再也没有任何怜惜 破口大骂了几句 便着急闯进房子营救丈夫 艾玛象征性地挽留了几句 便任由姑姑冲进了火海 最终 姑姑和姑父都一烟雾晕倒在房子里 内森如也赶到艾玛家门前时 只看见艾玛抱着堂弟失声痛哭 一副乖巧少女挂念亲人的模样 随着房中一声轰鸣 屋内三人的生命也就此终结 塞纳之后 凭借着内森的证词 警方相信 是凯特纵火烧死的姑姑和姑父 没有任何人怀疑艾玛 她又一次成为了可怜的养女 等待着被另一家好心人收养 影片的最后 艾玛面向镜头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她的邪恶之路 或许永远不会停止 影片结束 电影《坏种2》延续了前作的设定 并重启当年的主演麦肯纳 续写了反射和恶童艾玛的犯罪经历 总的来说 《坏种2》是一部极格的惊悚电影 但观感上 确实没有前作那般经验 在主角艾玛长大之后 就自然而失去了 天生有些的反差魅力 在构想中 青年艾玛本该发挥的天才智商 并凭借其冷酷执妞的特质 追求更为庞大的目标 在犯罪中成长为一代杀神 但已经15岁的艾玛 却仍旧昆诱在 争风吃醋的消炎选拔赛中 相对精妙的连环杀人计 也仅仅是为了自保 这难免让《坏种2》的故事 留宿于不良少年犯罪片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有机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